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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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nton Android的小强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一只 叫做Smart Launcher的Launcher 那这只Smart Launcher 字幕作词 李宗盛 其实都挺贵的 那这只要3元美金 那他就 都ok好用的 那就进去看看是怎样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icon 那按了进去之后 这个就是他的homescreen 那其实homescreen 都挺简单的 那有个钟啊 这里有几个icon 那他特别之处 那就是他把widget 就分开在这里的 那这里呢 那这些呢 他有几页呢 全部都是给你放widget的 那之后呢 那你想出回他的homescreen呢 那就按这个 那之后呢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function 就是这里了 那他就把你所有的app 就分类了他 在那么多不同的icon 譬如这里是internet的 那这些就是internet的app了 那譬如这些 这个的话 就是media的 那就是给你看电影啊 拍照啊 那这些的东西 那这些是他自己帮你分类的 那其实也有些不准的 那不准的意思呢 就是他摆错了categories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short cut key 那他就default了给你 就是譬如你 按相机的话 他就会帮你去stock camera 那这个就是smart launcher 那那好不好用啊 或者实不实用呢 值不值三银呢 这些就见仁见智了 那就介绍完这个smart launcher 那就现在给一个简单的tutorial 教大家怎样用这个launcher 那其实都很简单的 那跟其他launcher都是一样的 那你按住他呢 那他就会有东西出来的了 那刚才按了个钟那里 那我可以选个clock的style 和换个颜色 那譬如在这个main screen那里 你想多加一些short cut的key 或者想弄走一个icon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按住这里 然后你想不要这个音乐的 你就按交叉了它 然后你想加一些东西的话 就按这里 这样加 然后他可以给你选 你想加些什么 譬如我想加一个music player的话 我就按这里 然后他就有整个music player 给你选的了 按这个 那他就设定了一个icon 那有一样东西不好的 就是你不能转这些icon的 它全部都是stock的 就是default了 那之后呢 到了widget这些板 那譬如你想加widget的话 很明显就是这个加 那你就按这里 然后他就会load你的widget出来的了 就是这样了 那这个呢 就是smart launcher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影片有用的话 麻烦给个like我 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下次再介绍多些apps给大家了 拜拜